6日,美英首隆外交科防务的2加2会让在印度举行,而在此次会议前,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4日开文程,为了形成对中国的震慑,美国因众是同印度建立更加深厚的伙伴关系, 毕竟下一届美国总统都可能是印度裔的,报道着,如果特朗普想扭转,目前自己在国内的不利局面,他应该进行更加长远的考虑,建立一种能够引起中国关注的关系,加强同印度的伙伴关系, 谋章认为特朗普因与国内势力庞大的印度移民群体进行更多的沟通与交流,而于周四开始的美英首轮外交科防务的2加2会谈,则是一个将美国到印度伙伴关系重新列入胜利以来的绝佳机会 据印度经济时报此前统计,目前全球有超过3100万印度出生或血统的印度移民居住在世界各地,其中310万人及百分之十生活在美国, 意义美国人已被证明是促进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提留研究中心Pure Research,2013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印度裔美国人家庭年收入中位数为8.8万美元,而亚裔则为6.6万美元,美国人口为4万9800美元。 研究还显示,38%的印度裔美国人拥有高级学位,而所有亚裔美国人的比例为30%,亿裔美国人在科技行业也大有作为。 诞生了许多高科技企业家,Vivik WoWi为2006-2012年期间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与1995年至2005年相比, 总体移民创业停滞不前,在印度移民的初创企业较上一时期,增加了7%,在所有初创企业中,又33.2%是由印度美国人创办的, 并且在本届美国联邦政府及内阁机构中,特朗普总统已先后任命的多达八位的印度一直向政府重要部门。 先年46岁的美国常住联合国代表尼奇·黑利·尼奇·黑利,是特朗普任命的八位印度一共和党人士中曝光率最高的一位。 在特朗普之前,美国前任总统乔治·刘布什和奥巴马都意识到,美国与印度在世界舞台上的强大和充满活力的伙伴关系的重要性, 并跨越党派界线来加强这种关系,如此多被印度裔移民渗透在美国经济政治发展的各个层面, 并逐渐形成了一股中间力量,也许之后的美国总统会出现,印度裔也不足为奇,而印度方面也将美印关系视为至关重要的一种力量。 印度总理莫迪在深化同美国关系方面的政治和外交利益一贯是明确的,在此前访问美国期间,他表现出敏锐的本能, 在拥挤的深圳会议中会结合涛涛、印度移民,他还将美国视为印度寻求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习为的倡导者。